告诉您台北线今天又发生有一名80岁的老先生 在施打心流感疫苗之后出现了身体虚弱 四肢无力等症状 最后还因为败血症过世 家属强烈怀疑跟疫苗有关 而病人的遗体将进行解剖 厘清死亡原因 另外目前在各地的疫苗接种进度 呈现几乎是停滞的状态 不少民众预约之后又临时取消 导致一瓶40人份的国光疫苗 开瓶之后经常打不完 一大半都只好作废 拿着老父亲的相片 女儿哭到眼泪流干 怎么也没想到 健康一向很好的父亲打了疫苗之后 身体就出现状况 我现在很后悔 就是我父亲他为什么去打了 我到现在我深深的后悔 为什么我没有叫他不要打 但是说真的我也不知道他跑去打了 后悔没有制止父亲打疫苗 家属越想越伤心 家属说家住信念的葛姓老先生 去年12月4号因为眼睛不舒服 到医院就医也顺便打了国光的疫苗 当天就出现嗜睡吃不下 四肢无力的症状 11号突然昏倒 呼吸困难 紧急送医发现肺部浸润 当晚病情加重 1月2号引发败血症死亡 家属说今年80岁的老先生 虽然有糖尿病 不过一向身体都还不错 质疑是不是打疫苗出了问题 他们告诉我说 他们一定有医生去问过嘛 然后说他的情形应该是都可以打 我说他有慢性病耶 他说就是慢性病才要打 接管局强调 确切的死因必须等解剖报告出炉 再是情况协助家属申请要害救济 越来越多施打疫苗后 不良案例出现 让民众也失去信心 进口的诺华疫苗是10人份 容量较少也比较受欢迎 通常是开瓶后一天就打完 但国产的国光疫苗因为容量比较大 一瓶40人份 最近就传出不少民众预约之后 临时攒毁不来 但疫苗开封后就冰起来保鲜 也只能撑一天 因此一天之内没打完只能丢掉 觉得蛮恐怖的 有亲戚不敢打的这样子 国光现在也打算把大瓶的疫苗 紧急改成10人份的小瓶装 以免造成资源浪费 记者综合报道